至尊道场是什么来历? 十号加入后获得了哪些好处? 在完美世界中,十号本想加入天仙书院,却被齐道林带到了至尊道场。 十号被忽悠而加入至尊道场,发现被坑后已无法反悔,因为齐道林让他立下了严重誓言。 如果他一旦违反誓言,那么他便会遭受天罚,这次被坑对十号来说非常惨,得知真相后差点吐血。 那么,至尊道场是什么来历? 至至尊道场,其实是十号曾听闻过的至尊殿堂,一个古老的禁忌大教。 辉煌时期的至尊殿堂,统治一方,地位超然,连仙殿也无法比肩。 然而,他之所以会被灭掉,是因为齐道林的师父,也就是至尊殿堂的教主,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,发现三世同关的踪迹,追寻其去向并打开同关,导致自己遭受重创。 消息传至仙殿,他们联合十多个顶级大教,围攻至尊殿堂。 要知道,仙殿并非正派,其密法多源自其他道童抢夺,他们满手占满了鲜血。 这次围杀中,至尊殿堂被灭,老教主让齐道林逃走,才保住了性命。 齐道林寻找传承失败后,选择偷师百家,壮大自身。 他加入十多个大教,每次学艺成功后,便成为叛徒,偷走招牌建筑,建立至尊道场。 因此,他在上届臭名昭著,人人厌恶。 各大教联手围攻齐道林,虽未成功杀死他,却摧毁了他建立的至尊道场。 因建筑皆为偷自各大教,令他们蒙羞,故选择毁掉建筑,防止齐道林继续招摇撞骗。 而齐道林之所以这样做,一是因为他是一个武痴,想欲融合百家古文,创出最强天宫。 二是因为他有个心结,想光复至尊殿堂,寻找传承,遗憾的是,他在临终前仍未能实现心愿。 不过在后期,至尊殿堂被十号寻道,并获得了其中的传承,而十号加入至尊道场后,他获得最大的好处,便是得到了齐道林传授的八九天宫。 这是一种超脱神通之上的至高宝树,其实它不能算是宝树,更不能算是神通,准确地说,它是一种驾驭宝树的法,更是一种无敌道的体现。 因为一旦习得了此法,便可以同时施展出不同的法,可以横扫一切,天下无敌。 比如,十号如果集齐了十凶宝树,如果用此法驾驭,便可以同时将这几种宝树施展而出,试问天下间谁可敌。 另外就是,十号加入至尊道场后,得到了齐道林的保护,可以说齐道林是特别护短的人。 在不久后,十号扫平了天人族在火舟的神矿,还杀死了数位天人族的至强者,因此招来了天人族的报复。 在至尊道场的山门外,十号一战就废掉了天人族年轻一代中最强的忧郁。 见识到十号的成长速度后,天人族想彻底灭杀十号,所以有天神对十号出手。 见到有老一辈人物对十号出手,齐道林无所顾忌,直接出手,差点灭杀了天人族的天神,更是一招将天人族的护道人打得吐血。 而后他霸气放话,说十号是他的弟子,是至尊一脉的传人,如果有天神不顾身份敢对他出手,他便灭齐道院,斩齐弟子。 也正是因为有了齐道林的庇护,十号才能顺利地成长起来。 可以说,齐道林是十号的第二位老师和护道人,在十号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虽然后期存在感减弱,但他的付出和关心让十号感动不已。 在后期,当十号遭遇上届数十个道统围杀时,齐道林和不灭生林,毅然从未知之地归来,力战众多教主,这一幕让十号感动得落泪。